你们都走吧 让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清寻赶走了自家相公还有一众儿子们 于是 这栋里便只剩下他 凤九的娘以及凤九三人了 小九 不瞒你 我与你爷爷定下的新君仪式的吉日如你所言 就在一年之后 而这日子 还是我们昨日才商讨出来的 这便足证你方才所言非虚 清寻笑着说 这也真是段了不得的奇缘呢 临江凤九的娘亲感叹着 没想到 你竟真能与东华帝君有所结果 你爹位置是操了不少心呢 来 快和我们好好说说 你在凡间嫁给东华帝君的事 自打你爹将此事一笔带过的那一日起 我和你娘就都好奇得紧呢 凤九笑了笑 婆婆和娘亲 莫不是把小九当成是凡间的说书先生了吧 这个 在凡间 你们都是什么身份呀 帝君脱生成皇帝 而我则是在私命的安排下 脱生于后宫中一个只 见过皇帝两面 并不得宠的陈贵人身上 只是我额间的印记去不要 便说是落水后生出来的 那皇帝在见到你时 有没有察觉到什么不同 我以陈贵人的身份 第一次见到她 是在我所住的汉诞院门外 她经过之后 便要太监和我说准备事情 我本以为能与她单独相处 起料皇后娘娘不知从何处寻来个道士 只认我额间的是躲妖花 此事便做了罢 临将哭笑不得 那倒是真是业余地叫人笑掉大牙了 竟能说这凤与花是妖花 一入宫门深似海啊 清寻饶有欣慰 这可比看凡间的话本子有趣得多了 可是皇帝只是将事情一事作罢 而没有将你逐出宫中 那就说明他不信那道士所言 那后来 他又再来你那什么汉诞 愿 来了一回 不过 凤九想起那时候的事情 还是觉得有趣 他匆匆而去 我那时才知道 他竟然对我额间的凤与花有印象 他下意识地俯上额间的印记 仿佛上面还留有他指尖 清楚留下的余温 回忆的分割线 东华留着了磨一般 他缓缓伸手 摸了摸他额间的凤与花 此花 很美 不知为何 这每次看到你额间这花 都觉得似曾相识 凤九有些不敢置信 神情诧异 陛下 记得这胎记 只是这怎么可能 东华促眉 仿佛自己也理不清心中的感受 说不清 只是看到了 就想一直看 不想再看别的东西 朕也觉得这种事情很玄妙 还以为 适中了你的妖术 所以这两年都避开你 就怕真的一直看下去 看到 再也不想放手 说着 东华微抬他的下巴 做事要稳上来 凤九未曾与男人如此亲近过 纵使他是他所爱的人也是一样 更何况他对凡间的他还是没什么感觉 他心中一慌 直觉就拿起手中的茶盘拦在二人之间 茶喝完了 我再去给你拼一杯 然后 他急忙拿起茶杯放在盘子上 端着盘子跑了出去 带上门 凤九的手一道 茶杯变辣了地 四片碎裂的声音在这寂静的深夜显得尤为清晰 回忆的分割线 这倒是起了 照说 这神仙夏凡历劫就如同变成一张白纸 一切记忆都应该会消失的啊 林江百思不得其解 清寻倒是没有很压抑 他笑眯眯地说 归根结底 是我们家小九让人印象深刻呀 才会连夏凡都洗不尽对他的记忆 那再然后呢 总不能你就这样在冷宫里度过匆匆数十载吧 慈敏那时候和我说的是 他安排了美人落水 太子下水就上美人后 陛下对这美人一见倾心 奈何美人的义中人是太子 这便是帝君数十年的情节 同时也是太子的节 你们可知 那太子是谁 谁呀 总不能也是下凡历劫的神仙吧 林江不以为然地猜着 还真让他歪打正着了 凤九微笑着点点头 北海水君之子 袁真 北海水君 那不是原来和小五定亲的那个什么 丧吉吗 哦 就是看上了扫心 以致小五前个婚约作废的那个 我倒是有听说 天君的这个孙子挺聪明伶俐的 只是千不该万不该 在九重天上调戏了夜华的侧妃肃索锦 天君一怒之下 便将他扁下凡历劫去了 他是被诬陷的 至于天君的怒火 其实还是针对北海水君而来 袁真不过成了一个出气筒一样的角色 不止如此 扫心拿着姑姑的破云扇 上门求他帮一帮袁真 姑姑念着往日的主仆情分 便应成了下来 我也就在宫里遇见了姑姑 他的身份便是那太子的师父 怎么大家历劫都历到一块去了 那四命心经也太操心了 两边还都得顾上 姑姑寻思着让袁真避开此劫 便随便找了个借口将他代理 他还让北海水君将帝君推下水去 闻言 清寻眼睛都亮了 东华帝君被推下水 好想亲眼见识一下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凤九明白他的心思 毕竟他也觉得此事甚是有趣 他想了想决定还是给东华留点颜面 就不说他其实是被踹下河去的了 起料陛下不会睡 我便跳下去将他救了上来 此事郑重私命下怀 陛下因而对我这成贵人种下了情根 后来我才知道 帝君会下凡不是为了一场人生六苦 而是他知道与我没有姻缘线 才想着在凡间一场情寨 东华帝君此举 为时用心良苦 小九 你先前对你爹说 你在凡间的时候就嫁了帝君一次 可是你脱生的凡间女子不已经是贵人了吗 既然是贵人了 那应该是事情过的吧 林江觉得这个故事的前后有些说不通 是这样的 他在落水的后一夜来了汉诞院 特意按着宫外的习俗 赌了我一个成经理 凤九想起那一夜的喜福 红竹 还是忍不住心动 至于事情 陈贵人应该是有过的 只是陛下对我说 他不记得我出为人妻的那一夜了 真是叫人又好妻又好笑 那你们 林江定定地看着自家女儿 欲言又止 凤九脸上浮现淡淡红韵 我知道娘要问什么 自此之后 便是两年多的专宠 无论是该做的 还是不该做的 都 做过了 不过我一直都很小心 所以 才没有怀孕 回忆的分割线 你受宠了这么久 为什么始终没有动静 沉稳的声音带着点疑惑 动静 凤九不解 仰起脖子看向她 什么动静 正想要和你有个孩子 唇后的嗓音竟有几丝催情的效果 凤九垂下眼 有些害羞 也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 说话也变得结巴了 那 那又不是我说了算的 你的意思是 这还是不够宠爱你 夜夜流速都不够 凤九脸红得快烧起来了 娇称道 你这人说话 总不正经 是吗 东华窥叹一声 那也只是对你一人如此 凤九你心里一暖 他取笑道 陛下后宫没有三千 也有数百 说这种话也不怕人笑话 不一样 你与他们不同 他深深地看着她 原本在她发肩的手滑了下来 轻轻捏了捏她的下巴 随后便吻了上去 陛下 为说出口的话语 尽数被吞没在唇齿间 二人双双跌入秀阳繁复的颈备之间 回忆的分割线 那后来呢 清醒打断凤九的狮神 瞧这丫头脸红的呀 清白都给了人家 真是不嫁也不行了 司命让我帮帝君造情节 我并不甘愿 这才向他求了那两年的夫妻十日 两年之期一至 我不得不狠下心来 依照司命所写的剧本 刻意让陛下见着我与太子 在御斥暧昧的场景 好让他按着他想要的方式 将这一声过完 凤九耿住了喉 渲然欲气 接着 他一怒之下 将你与太子打入天牢 自此永不相见 然后郁郁而终 戏本子好像都是这样写的 凤九缓慢地摇头 娘说的是司命原先预料的结果 可我们都没有想到 陛下他 竟只是命我即刻回宫 说是不会有其他人知晓此事 他说完这番话 走出没几步就到了下来 陷入昏迷 随后 我被匆忙赶来的皇后下旨关入地牢 就在当晚 想起了丧龙中 他死了 临江简直目瞪口呆 这发展是否太过戏剧性了 凤九俯向胸口 觉得有点闷 他是被我气死的 我甚至都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 临江悠悠地叹了口气 唉 这情节也造得太苦些了 清寻另有见解 兴许不是情节的问题 而是这个皇上对小九的爱 早已超出了想象呢 只见他赞许地点了点头 对这个未来的孙女徐是越发满意了 凤九沉默了一阵 又接着说他原本是定下六十年的生死节 却因此变故提早回归先位 也才会失去九成法力 清寻陈思伴赏 纵使是曾经的天地共主 也不能逆天而行 这便是上苍的警示 帝君也是这样同我说的 至于之后的事情 你们就都知道了 放心 既然你们二人两情相悦 之后帝君登门求亲 婆婆一定给你做主 谅女爷爷不敢多说些什么 由于提早飞升 距离继任女军时日尚有大半年 而凤九又已将三生十的事情 捧清秋的家长们说开 所以便能毫无阻碍地去那九中天上了 凤九走上层层台阶 正要自爆家门 只见两个门将一脸笑容 原来是清秋的小殿下 这边请 这边请 你们 认了我吗 凤九一惊 这九重天上的仙 哪有不认的小殿下的道理 尤其是小殿下与帝君关系为浅 就是给我们几个胆子 我们也不敢阻拦啊 回话的那人笑嘻嘻地解释 凤九想了一想 你们也不是没有拦过我啊 我也知道 这镇守天门一事 事关重大 还是得要小心为上 是 小殿下说的是 二人连胜称事 接着目送凤九离开 凤九心中纳闷 怎么这两个人变得如此谄媚 既然都来了这里 不如先去向天津讨个顺水人情 为姑姑日后去吴万海铺一铺路 于是 走向太成功的脚步一顿 继而往天津那一家子所在的宫殿走去 劳烦你们禀告天津一声 就说是青秋白凤九 有事求见 是 请上仙于此处稍候 小的即刻去通报天津 没一会儿 闹明侍卫便快步跑了回来 上仙请这边走 青秋白凤九见过天津 大殿下 三殿下 乐须娘娘 不知青秋帝基前来 所为何事啊 凤九是想向天津讨个人情 天津有些疑惑 人情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直接提一声就是了 更何况如今本君也已退居幕后 这大小事物都有帝君负责 依你和帝君的交情 不是的 这个人情只能向天津讨 我想着 若是日后我继任东荒女君 再来提这件事未免有仗势其人之嫌 所以还是在继任之前 先来将此事做个了结 笔记说的 莫非与小儿有关 央错问道 没错 太子耶华虽说没有与我家姑姑成亲 可婚约一世 四海八荒皆为见证 如此说来 我姑姑好歹也算半个未亡人 再加上 她又是阿黎的生母 所以日后 我姑姑若欲前往吴望海击败 还请天津物财让人阻拦 我儿子都死了 你们清秋怎么还不放过她 乐虚红了眼睛 埋怨起来 住口 央错立刻喝止她的无礼 这白凤九日后是清秋女君 不可得罪 天津常常地叹了口气 也罢 夜华在世的时候就心细白浅上神 让上神去吴望海看看她 也好 那就谢过天津 凤九日后定有回旅 凤九对天君服了服身 随后她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 悲痛欲觉得乐虚 请恕凤九多言 乐虚娘娘虚地尽快放下 对我姑姑的借地才是 凤九说完 就走了出去 四命星君从南天门那里得知消息后 就连忙过来太成功通风报信 帝君 方才小仙听南天门的人说 小殿下来了九重天 哦 他去了哪里 东华神色未变 继续看着手中的竹简 好像是去了天君那里 帝君看 这小殿下该不会闯什么祸吧 没事 他有分寸 东华放下手中的竹简 四命还以为他这是要出门 却见他捏了捏鼻梁 随后合上双眼假妹起来了 四命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 帝君 就不担心小殿下的安危吗 在这九重天上 没人感动他 你下去吧 我要休息一下 东华随意地挥了手 这倒是 小仙告退 经过他和承郁的卖力宣传 这天上对帝君和凤九的事迹 可谓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啊 只是这帝君 对凤九之事 为何变得如此冷淡 四命更加为凤九的坎坷感情路担忧起来 四命方不出太成功 就被人给交住了 四命 小殿下 你可终于来了 方才去天君那里 没闯下什么祸吧 文言 凤九不满得摇摇头 没有啊 你怎么知道我去找了天君 听南天门的人说的 凤九拍了拍四命 几日不见 你的消息还是一如既往的灵通啊 那 毕君在吗 毕君有些疲累 此刻正在嘱变小气 我知道了 凤九急忙走进了太成功 自言自语 我怎么竟忘记了 他代理天公正午三年 夜不安晴的事情 啊 四命疑惑地看着凤九远去 这小殿下是不是误会了 这代理正午不假 但是帝君也没有忙碌到夜不安晴的地步啊 凤九捏手捏脚地走进主殿 悄悄趴在了座榻的边缘 他拿起东华放在榻上的竹简 很小声地抱怨着 那天君明明就有几个儿子 十几个孙儿 为何偏偏要害的你如此劳累 他看了看竹简上的内容 神色染上困惑 佛经 他下意识地看向东华 却见他不知何时已经醒了 此时也正凝视着他 他受了惊 竹简落在了榻上 滚了开来 有什么要问的 东华豪已整暇地看着他 凤九默默地指了指那卷竹简 这个应该不是公文吧 不是 你应该能看出来 他悠悠地收起摊开的竹简 那你看得累了 咪一会儿 然后你就来了 凤九想了想 找了个比较合适的说辞 天族政务想必不少 你不忙吗 为什么感觉他很悠闲的样子 而且也没有半分因劳累而生出的憔悴感 烦心过一次的事情 又怎会再让我心烦 更何况这所有发生的事情 和他预想中的也都差不了多少 哦 凤九才想起来 他们在这几万年里都有着未卜先知的本领 可我一想起来 你之前为这破天宫劳心劳力 失眠半月的事情 还是觉得心疼 说起来 这个天族除了喜好扩充后宫之外 这么大一家子 就没一个自尊济世的吗 凤九一想到这里 就难免觉得火大 见他为自己打抱不平 黑毛里悄悄染上笑意 上仙结过得可顺利 嗯 很顺利 就是毁掉了十里桃林的厨房 这才耽误了几日 一帮折言收拾好 我就立刻来了 凤九后知后觉的察觉异样 咦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上仙结提前的事的 猜的 凤九能来久重天 就意味着他的上仙结已过 这并不难猜 凤九塌了口气 我要是也能猜到就好了 这结上一次也是挑我下厨的时候来 弄得我措手不及的 好在这次总算没毁了我的狐狸洞 也算是因祸得福 他那狐狸洞后来可是整个兜塌了 场面实在过于惨烈 三生十的事 你可说了 说了 我之所以会在室里淘灵下厨 就是为了将此事公之于众 谁知道这天节就偏偏挑在这个时候过来捣乱了 可惜了我那些菜约 凤九很是惋惜那些食材 所以呀 我来这里没有受到任何阻拦 换言之 你同意也罢 不同意也罢 我这大半年就赖在这步走了 小地鸡高傲的仰起头 百米了不接受任何拒绝 荣幸之志